第二次的选战最夯话题 蓝白和有重大的进展 但到底要怎么和 现在恐怕还有得吵 因为双方现在需要比民调 决定谁挣谁负 到底是柯侯配还是侯科配 那我们现在就来根据这一份的最新民调来看看了 柯侯配拿下超过4成6的支持度 领先赖销配的3成3 那如果换成侯科配的话 同样是超过4成6 同样是领先的 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出在啊 这个虽然这其中46.6% 领先46.5% 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呢 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按照这比赛规则 很可能虽然侯友宜的分数比较低 支持度比较低 但还是会拿下一分 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份的民调就显示 柯侯配跟侯科配 虽然都是赢过赖销配 但是幅度呢 侯科配的领先幅度比较大 是5.4个百分点 比柯侯配的4.5个百分点还要多 所以这一局也是侯友宜再拿一分 这局势看起来对柯温哲确实是非常不利 柯温哲现在呢 也喊话说 这全市化大概涵盖一半的民众而已 所以应该要有一定的比例 要来是手机占比 也要确认 柯赖侯赖的个人对决 是不是要纳入计算 不过现在比赛已经开始才讨论规则 确实是乱成一团 那刚加入民众党的前六位皇国商也批评 说这柯侯跟侯科的比法很奇怪 间别度很低 搞一个游戏规则要让一个比较弱的来当政的 也表示说柯温哲当总统才有机会赢 因为如果是柯侯配 有机会打赢赖销配 但如果是侯科配 他认为最后可能会打成五五波 也直言这蓝白六点协议当中 有很多要被诠释的空间 不过现在问题就是 柯温哲已经划压签署约定 但细节看起来双方却是没有完全的共识 当然蓝白合作引发质疑 到底是不是也能不能真心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